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洛桑预防医学集团的郭佩杰郭医师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 贫尿 还有夜尿这个部分 那根据国际的尿失禁协会呢 他对贫尿有非常专门的定义 就是如果你一天上小便的次数大于8次 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起来小便超过一次的话呢 他就会把它定义为贫尿 那虽然他的定义是这样子 但其实呢 在临床上 只要这个病人本人呢 觉得他的贫尿的状况 已经对他造成生活上的困扰 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的话呢 那我们就可以认为说这是贫尿 那贫尿他的原因其实有分非常多种 那一般其实最常见的呢 就是属于大概中年的男生还有女生 因为现代的生活习惯我们普遍就是走路 没有那么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嘛 大家上班 办公的时候就是每天坐着 所以这样长期久坐之下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骨盆腔的肌肉 还有韧带 他会松弛比较没有力气 那这个松弛的状况呢 到中年的时候呢 他的问题就会开始显现出来 松弛 肌肉和韧带的松弛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骨盆腔的器官 包括膀胱 像女生的话还有子宫 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有个支撑的效果 所以呢可能就会造成贫尿 或者是子宫脱锤 这样子的状况发生 那贫尿其实困扰非常多的中老年人 我们在诊所也常常会听到一个主诉就是 可能会有阿姨跟我说 他很困扰 贫尿很困扰 因为他连要出去玩都没有办法 因为出去玩坐游览车 坐一整天上厕所不方便 他又贫尿的话 这样他就没有办法出去玩 他就变得每天只能待在家里 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 所以呢像如果是这种松弛 骨盆腔的肌肉和韧带松弛造成的贫尿 这样子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诊所都有疗程 可以帮助他改善 透过一些穴位注射的方面 然后还有一些可以在自己家里做的运动 来强化骨盆腔的肌群 来改善这个贫尿的状况 那除了刚才说的这个最常见的原因之外呢 其他还有包括一些 就是一些疾病造成的 比如说像泌尿道感染 也会造成贫尿 但泌尿道感染这个还算比较好处理 因为泌尿道感染 基本上你只要去诊所或是医院 那医生呢透过尿液检查 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 很快就会诊断出来是泌尿道感染 然后他就开给你适当的抗生素 那有照医主吃症的抗生素的话 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泌尿道感染的部分就会改善 那这贫尿的问题呢就会得到解决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 就是属于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贫尿 自律神经失调呢就是如果有人容易紧张啊 或是压力大啊 情绪焦虑引起的这种 好像呢他膀胱过度收缩 动不动就想要跑厕所这样子 这样子的贫尿呢 那他就是属于临床上比较棘手的一个部分 因为呢自律神经目前在医院他是没有药可以吃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通过吃药来改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 那我们在诊所呢也是可以透过一些疗程 来帮助这个自律神经呢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然后来改善这个贫尿的部分 那除了刚才讲这三个比较常见的原因之外呢 其他还有包括一些像比如说 膀胱周边的肿瘤压迫膀胱造成的贫尿 比如说子宫肌瘤啊 他如果长太大颗压迫到膀胱 也会造成膀胱有个贫尿的现象 或者是像他周边直肠啊大肠 如果有肿瘤的话也是有可能 或者是有些呢是妈妈 他可能生小孩生比较多胎 那会造成那个子宫还有膀胱的脱锤 那这种脱锤的状况之下呢 也会造成他的贫尿 另外还有一些属于生活习惯方面造成的贫尿 比如说你假如在满太多水了 那肾脏一下要处理很多水分的话 他透过膀胱把它排出也是会有贫尿的状况 那或者是像夏天啊 如果你吃比较多那种清凉退火 或是比较利尿的贫尿的话呢 也会造成贫尿的状况 另外贫尿的原因呢当然也会和饮食有关 像你如果喝很多咖啡因含尿比较高的饮料 比如说像咖啡啊或是茶啊 那你也可能也会比较贫尿 因为咖啡因本身会有利尿的效果 所以你就会膀胱里面累积很多尿液 你就会常常想要跑厕所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食物 是比较利水 利湿利水的这种食物呢 比如像冬瓜啊 薏仁啊绿豆等等的 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的水分排掉 所以你也会如果常吃这些东西的话呢 也会比较贫尿 所以它它当然消水种是很好 但是你如果吃太多 就是可能会有这种常常要跑厕所的问题 另外贫尿也和我们的环境的温度有关系 像比如如果天气冷 或是冷气很强的时候 有可能会因为温度的刺激 刺激我们的自律神经造成贫尿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呢 我们的毛孔会关起来 那汗液呢 汗液的排出就会比较少 那相对的你身体的水分呢 它没办法透过汗液排出了 它又只能透过尿液来排出 所以你的尿量就会变多 那上厕所的次数也会比较多 所以贫尿的原因其实有非常多种 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 就还是属于中老年 那它骨盆腔的肌肉 还有韧带松弛之后呢 造成了贫尿 这个是最常见的原因 那针对这样的族群呢 我们就有 我们等一下在影片的后面呢 就会教大家 一个大家在自己家里可以做的 简单的穴位按摩 还有包括肌力的训练 来把我们骨盆底的肌群呢 活络刺激 让它变得比较强壮 来改善这个贫尿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老年的贫尿这个族群呢 我们在诊所也有非常多的案例 你处理过非常多的病人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会透过一系列疗程的帮助 一方面呢我们会透过穴位注射 来活化它的骨盆底肌群 带动它整个膀胱周边的 不管是肌肉也好 韧带也好 让它整个支持力比较好 然后膀胱也比较有力气 然后它才不会说常常要跑厕所 或是常常上厕所又没有办法解干净 它可能因为膀胱比较没有力嘛 所以每次小便的时候要滴滴答答很久 然后没有办法排干净 那我们就是会有一系列的 比如说像穴位注射啊 然后还有招它自己再加点运动 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改善 另外还有一个很常见的原因 就是除了骨盆底的肌肉松弛之外呢 还有一个很常见的 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的贫尿 那我们在诊所呢也可以透过 这个自律神经的一系列的调整 透过疗程来帮它平衡这个自律神经 来减轻它这个膀胱过路收缩的状况 那还有包括它情绪上的焦虑啊紧张啊 可以得到缓解 好那像针对贫尿呢 如果想要改善的话 你其实可以自己在家里按摩三个非常好用的穴位 那这三个穴位呢都在我们的下腹部 第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观圆穴 那观圆呢它就是针对泌尿 还有生殖系统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它在我们的肚脐 我们用四根手指头并拢 然后放在肚脐 食指的上缘对齐肚脐 那我们的小拇指的下缘这个位子呢 就是观圆穴 它在我们身体的正中线上面 旗下四指的这个位子 就是观圆穴 观圆穴我们按摩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大拇指 好这样压然后揉揉揉 压到觉得有微微的酸感 然后持续大概一两分钟 就可以起到刺激观圆穴的效果 那它像对膀胱的贫尿 或者是其他一些泌尿生殖系统方面的疾病 比如说你常常会容易筋痛啊 或者是月筋不顺啊 或者是小腹脏痛 或者是你容易觉得小腹好像水肿 小腹就是比较脏的话呢 按这个穴位都会有效 那第二个穴位呢 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中级穴 中级穴它一样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上 人体前面前方的这个正中线呢 也就是韧脉嘛 韧多二脉里面的韧脉 那这个中级穴呢 它在这个韧脉上 然后我们的尺骨上面一寸的地方 所以呢你要找穴位的时候 你就先找到自己的尺骨 这样摸到一个硬硬的尺骨 然后呢用我们的大拇指去量 把大拇指放在尺骨上面 尺骨上面一个大拇指 宽度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中级穴 那中级穴呢 它主要就是针对膀胱像瓶尿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另外还有一些妇科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像刚才说的 月经失调啊会筋痛啊 巧克力囊肿啊 子宫肌瘤啊等等 按摩中级穴也都有不错的效果 那我们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趋骨穴 趋骨穴一样就在我们人体的韧脉上面 齿骨的正上方 所以我们就是找到齿骨硬硬的 然后往上面一点点凹陷的地方呢 就是趋骨穴 趋骨穴它的效果和中级非常的类似 就是针对泌尿和生殖系统 像我们如果有贫尿 或者是男生有摄护腺方面的问题 那女生除了贫尿之外啊 如果有些子宫方面复刻 比如说子宫囊肿啊肌瘤啊 或者是痛筋等等 机械按摩屈骨穴都会有很好的效果 刚才讲的这三个穴位呢 男生女生都可以按摩 那像男生的话主要就是 以中级和屈骨这两个穴位为主 因为男生的贫尿有很大 一部分的原因呢 是属于摄护腺肥大造成的 那摄护腺肥大就是 屈骨还有中级这两个穴位 对它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女生呢就是可以按摩 我刚才说的这三个 官员中级还有屈骨三个穴位 因为女生的贫尿呢 常常除了膀胱本身的问题之外呢 可能也会伴随一些些 就是其他周边器官的脱垂 像子宫脱垂啊或者是直肠 或是大肠脱垂 会造成的压迫 然后引起的贫尿 所以我们就是三个穴位一起按摩 也可以帮助你改善 那个器官脱垂的现象 那这个穴位呢 你平常如果你没有贫尿的话 多按摩这些穴位 尤其是官员穴 官员穴呢可以帮助你 提升身体的新陈代谢 然后像你如果容易肠胃到消化不好 或者是小腹容易肿 觉得小腹好像常常胖胖的 你也可以多按摩官员穴 那这三个穴位里面呢 官员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穴 它有益胜气的效果 所以你如果常常会觉得很疲累 然后呢手脚会冰冷 然后呢常常会觉得怕冷 或者是容易觉得虚弱啊 免疫力不好等等 常常按摩官员穴都会有保健的效果 官员穴呢 除了和中级还有屈骨一起按摩 可以改善泌尿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之外呢 它如果和足三里一起按摩呢 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 然后还有增强体力的效果 那官员穴呢 因为它可以益胜气 所以像女生有一些白带比较多的问题 或是男生有一些胰筋啊 或是阳尾等等 按摩官员穴都有不错的效果 再来呢要教大家如何锻炼我们的骨盆底肌群 来改善骨盆底的肌肉 还有韧带松弛的问题 进而达到改善皮尿 我们可以拿家里有的枕头或是抱枕 要比较扎实的 有点厚度的 或者是你有足球排球也可以 我们就这样把枕头呢 或是球夹在两个膝盖的中间 我们坐着坐在椅子上 然后把球或者是枕头夹在膝盖的中间 两个膝盖用力夹把它夹扁 这样就可以达到锻炼我们骨盆底肌群的效果 所以呢你平常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做 我们这样用力夹 就是夹个大概30秒到50秒 夹到觉得很累的时候呢 可以放松休息一下 然后再继续夹这样反复练习 每天做个5到10分钟 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锻炼骨盆底肌群的效果 另外呢 对于像厌尿很困扰的人呢 我们也会建议他 在睡前大概三个小时呢 就不要再喝水了 然后这样可以减少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次数 那睡眠也比较不会中断 可以睡眠品质会比较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上演唱会